接下來這邊老師要介紹的是無線網路的使用部分 首先你要知道在學校使用無線網路的時候 有哪些基地台是你可以使用的 這裡要我們按照不同的教學環境 不同的基地台的選擇 這裡要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開啟這個手機的無線網路搜尋的話 你會搜尋到的基地台會有KGHS 這個SSID主要是供學校的師生在公共區域來使用 這個是必須使用帳號密碼來登入 另外還有KGHS專科教室 就是你會看到比如說專科教室可能是業教室、美術教室 那它裡面也會有無線網路的基地台 這個也是使用帳號密碼來登入 另外會有KGHS班級 比如說KGHS101、KGHS102 這些班級的話我們一律是使用Mac認證的方式來上網 那什麼是Mac老師等一下會介紹 Mac的話就是你手機 專屬的一個編號 那這個編號是誰在使用的 那這樣子如果發生資安事件 老師也可以追查 那而且這一個KGHS班級 這個基地台的話 它是可以做時間的管制的 它是可以做這個上網時間的管制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KGHS102 那這個是在學校的任何空間 可能是在公共區域 可能是在班級都會有這個基地台 那這個基地台也是使用什麼? 使用Mac認證的方式來上網 那只要是使用Mac認證的方式來上網的話 這個學生的上網時間都是有管制的 好 那麼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最主要是 上課的時候 原則上是希望同學就專心上課 不要再滑手機 所以在教室上課的空間 一定是使用Mac認證的方式 那這個Mac認證的方式的話 是可以受時間管制的 那可以由導師 或者各班的任課老師 依據需要來開通 那你說 假設今天我帶了這個筆電來 打好一份報告了 我要把這個報告傳給老師 可是教室裡面不能上網 那怎麼辦呢? 好沒有關係 我們在公共區域裡面 公共空間裡面 你還是可以利用帳號密碼 來做認證的方式登入 但是這個公共空間呢 就是把上課的教室 都秉除在外 所以上課的教室的登入方式 就只有使用Mac的方式 才能夠登入 好 那認證方式 老師剛才講過有兩種 一個是用帳號密碼來登入 那譬如說 KH KGHHS 還有KGHHS專科教室 那這些是使用帳號密碼 來登入 那帳號就是S加學號 密碼就是身份證 號6 那另外 KH班級 KH KGHHS2 那這是使用Mac認證的方式 那Mac認證怎麼認證的話呢 或者怎麼設定 老師等一下會說明 好 那麼這邊呢 老師剛才講 有一個平台 可以去管理你的 這一個 上網的這個帳號密碼 好 那這網站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 教學雲端 這教學雲端呢 以後每一個班級 都有一個教學雲端 在這個 這個班級 教學雲端的班級裡面呢 可以跟老師做一些互動啊 比如說繳作業啊 登入成績啊 或者老師分享影片啊 或者線上測驗 都可以在這個 雲端來進行 好 那這個雲端的網址呢 雲端的網址是在這裡 或者 你就直接從學校網站 右邊有一個行動學習雲端 點進去 好 那點進去之後呢 你要進到你的建制班級 進到你的建制班級 好 建制班級 就是 譬如說你101啊 102 103 好 這建制班級 那另外還會有特色班級 好 因為你們後面會有選修課嘛 好 那選修課會有特色課的班級 好 那我們就進入建制班級 好 那進入建制班級之後呢 他的帳號 好 一樣是S加學號 然後密碼是身分證6碼 你 點那個班級之後 他會跳出這個登入 學生登入的畫面 好 這邊輸入帳號 這邊輸入 密碼 按登入 好 那登入之後呢 會看到 有很長的一個功能表 一個Menu 那Menu上面呢 你選擇這個班級管理 班級管理裡面呢 再進到行動裝置上網這邊 好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會有一張表格 這表格上面呢 會呈現班級上面 每一個同學的 座號 姓名 然後這邊呢 會列出 你的行動裝置的Mac 有三個可以輸入 好 為什麼行動裝置 可以有三個來輸入呢 因為老師是假設說 你手機要上網 平板也要上網 然後你 帶筆電來也要上網 你可以把這三個裝置 他的Mac 把它輸入在這裡 那把Mac輸入在這裡的話呢 如果你進到 是使用 Mac認證的網路空間裡面 比如說班級教室 那他一比對說 這一個裝置 他的Mac已經輸入過了 他就可以直接上網 連帳號密碼都不用輸入了 OK 好 好 那這邊有一個管制時間 可以嗎 開始的管制時間 還有結束的管制時間 那這個是 假如說你使用網路 使用這個太過分了 可能連上課時間都在使用 那老師呢 可能可以針對個別同學 在這個樣子來做管制 也可以把整個班級做管制 讓整個班級都不能使用無線網路 好 那怎麼設定呢 你可以點選一下 你個人進到這個班級裡面來的時候 只有你自己 對應可以看到 有一個設定Mac 那你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呢 會跳出一個 這個輸入視窗 好 那在這個輸入視窗的地方呢 有 實體位置1 實體位置2 實體位置3 那這個主要是老師剛才講的 你手機 平板或者筆電 把它Mac查出來 然後把它填進來 那只要你的 無線網路的認證 是使用這個Mac認證的方式 它只要比對到相同的這個Mac 它就可以直接上網 那這邊老師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什麼叫Mac 就是每一個網路卡的介面 它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編號 一個識別碼 那這識別碼呢 是由12個 16進位的數字所組成的 那理論上呢 現在全世界沒有兩張 這網路卡 它的Mac address是相同的 所以老師就是要知道說 這一個行動裝置的Mac address 是屬於哪一個同學的 所以你要在這邊來做設定 那如果假設你換了手機 換平板換筆電 你自己要來這邊去做修改 才可以讓你的新的行動裝置可以上網 OK 那你把它輸入完成之後呢 按儲存就可以了 好 那同學一定會覺得 那我的Mac到底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啊 好 所以這個楊老師要教各位 怎麼去查詢你的這個實體位置 要查你的Mac的話呢 如果是Windows的裝置 你在這個右下角開始的地方 右下角開始的地方 去按一下右鍵 然後按網路連線 然後呢 網路連線再按右鍵 按狀態 狀態裡面呢 再選擇詳細資料 你就會看到你的實體位置 實體位置 在這邊 好 它是12個 2 4 6 8 10 12嘛 12個 這個字母或數字所組成的 那你在輸入的時候 這個中間的橫線不用輸 我們就直接輸 這個字母或數字就好了 這個橫線或者冒號都不用輸 就是在這邊 好在這邊輸入的時候呢 你直接輸 英文或數字 12個字眼 中間的 這個橫線 或者冒號就不要輸入喔 好 那如果是iOS的這個手機 或者這個 筆電的話呢 你就按一下設定 設定裡面有個一般 一般裡面有個關於等級 那關於等級裡面就可以找到 Wi-Fi的位置 Wi-Fi的位置 就是這一串 可以嗎 好 我們都是說是查 Mac address 那不同的作業系統 它有不同的名稱嘛 像剛才在Windows的系統 叫實體位置 在iOS呢 它叫Wi-Fi的位置 它是12個字母 或者數字所組成的 好 那如果是Android的這個 手機的話呢 也是類似的喔 在設定裡面 可以找到關於手機 或者硬體資訊 或者手機識別這邊 你可以找到硬體資訊裡面 可以嗎 或者這邊也有Wi-Fi Mac位置 可以嗎 都可以查到它的Mac 那有時候不同的版本 它放在不同的地方 你可能要自己稍微 鎖尋一下 稍微找一下 好 那接下來這邊呢 在使用網路的時候 一定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 網路我們盡量用在 這個正常的用途上面 所以學校呢 也制定了一個 無線網路的管理辦法 那這個管理辦法的話呢 等開學的時候 會發給這個資訊股長 那資訊股長呢 再張貼到班級上面 那各位同學再詳細的去看 那這裡讓老師大概稍微 看一下比較重要的地方 好 那這邊列出來很多 很多事項 那比較重要的地方呢 就是第八點 這是學生個人 有濫用無線網路的情況的時候呢 屢欠不聽的時候呢 有導師可以決定 是不是要停止他在學校 使用無線網路的這個權利 OK 也就是說各位同學 如果在上課時間 盡量沒有必要 你就不要再滑手機 好 那如果這個班級裡面呢 比如說班級上面呢 比如說午休時間 不睡覺都要滑手機 那這個整個班級 也是可以停權的 也是可以停權的 OK 好 那另外一個比較嚴重的 就是而且比較常發生的問題 就是使用P2P軟體 那P2P軟體呢 是在網路上面 一種分享影片 分享這一個歌曲 的一個軟體 那這軟體上面呢 常常會有很多的病毒在上面 而且這個軟體呢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當你下載了這一個影片之後 或者下載這個音樂之後呢 你本身的電腦也會去分享 分享這一個非法的影片 或者音樂給別人 所以你不只下載了 非法的影片或音樂 你本身也在散布 所以這個如果被抓到的話呢 是很嚴重的罪行 那早期幾年 在高雄女中就曾經發生過 你們的老學姐在班級上面 就使用P2P軟體 結果呢 他下載了一部 當時很有名的影片 然後呢 被這個美國電影協會 給偵測到了 在高雄景中的某一台電腦 他使用P2P軟體 在分享這部影片 結果這個美國電影協會啊 還來喊要告學校喔 那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喔 所以呢 盡量避免使用P2P軟體 那為了避免這個P2P軟體 散布這種非法軟體 會造成網路塞車 所以在學術網路上面呢 只要學校哪一個單位 使用P2P軟體 會馬上偵測到 而且會把這個學校啊 的網路呢 斷線24小時 會對學校呢 所有運作啊 造成這個很大的困擾 所以 一定要避免使用P2P軟體 那大家的疑問是 啊什麼是P2P軟體 好 你就不要裝 任何 下載這種非法影片啊 非法音樂的軟體 那如果你要看影片 或者 聽音樂 那我是建議你就是 YouTube上面去欣賞就好了 不要再裝那種軟體來下載 好 那這邊老師列出來就是說 常用的P2P軟體的話呢 像千尋啊 好 然後 發揮啊 然後 E-meme啊 這一些都是屬於P2P軟體 啊這個一定要避免使用 好 最後呢 祝大家 學習愉快 那也希望各位呢 能夠 妥善利用學校提供的這一些網路工具 來幫助學習 好 好 那不要呢 過度沉擬在網路的世界裡面 好 反而受其傷害 好 謝謝大家